這個就是2024年的成長股名單這樣 那我覺得基本上這幾檔其實我覺得都還算不錯這樣 那比方說像是中飛 中飛基本上去年再賺大概8.3元 那你上次就推薦了 對對對對對 那目前股價來到135元了嘛 那本益比大概在16倍 近期就大概在4.6元 中興電單我覺得它相對比較長比較多啦 但拉回也可以注意這樣 目前來到大概182元 那這我在節目上之前講過很多次 那去年因為它其實 因為運包甲車的關係 所以它的EPS比較差 所以本益比看起來比較高 那近年大概市場估它大概算8塊嘛 8塊8塊多這樣 所以20幾倍相對是在合理 然後稍微有點高估這樣 那當然拉回就可以稍微可以注意這樣 那台近年那毋庸置疑就是 就台股台灣現在最強的公司嘛 那現在股價今天竟然來到800多塊了 那本益比大概就是在2025倍左右這樣 那趨勢向上 但是殖率相對就已經比較低了這樣 那洪璇就是非常非常穩 那它就是做那個瓶蓋的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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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成長然後又要有殖利率 那洪璇可能就是還不錯的選擇 那八貫其實就是軍工股這樣 那去年大概賺7塊5嘛 那今年可能可以到8塊這樣子 那BABY大概在20倍以內 殖利率3.5 那這個我覺得也還不錯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二 谢谢大家